你印象中螃蟹能長多大呢 螃蟹大概一個手長這麼大 就已經滿大了 但是如果一隻螃蟹超過40公分 這感覺是什麼樣的感覺 一般帝王蟹身體大概小小的 但是連它的那個竹加起來 大概差不多這麼大 可是你看立剛這個 恐怖耶 立剛 這個我們先不要看它的腳好不好 我們只要看它的身體 光這個身體 它已經比這個後面抱它那個女的還寬了 它多寬你知道嗎 來... 38公分立剛 我畫一下 幾乎霸耶 38公分 那還不加這個腳 這個腳我跟各位講 你看這個細細長長的 這一隻螃蟹更是嚇人 這個螃蟹已經跟這女的手臂一樣粗了 好 我跟各位講 這一隻是在澳洲 它外海抓到的一隻超級帝王蟹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如果我們一般傳統叫帝王蟹 它是太上黃蟹了啦 你知道嗎 它的體重有6.8公斤 剛剛我已經講了 它身體就38公分 可是 觀眾朋友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一隻超級帝王蟹 它還小 它處於發育期 它還是小 所以專家講 它如果一旦長大的話 它可以達到不是7公斤 是36公斤 天啊 可以到36公斤 對 而且立剛 它那個身體可以寬到60公分 那它的腳一展開可以達1.5公尺 好 我跟各位說 澳洲的漁民補到它的時候 欣喜若狂 給它取個名字叫克勞德 不曉得 克勞德是不是超級巨無霸的意思 但是本來這種螃蟹就是要拿來吃 你想想看 多高多肉 蟹肉皆實 爽口無比 聽了立剛 想不想吃 想吃 想吃 可是我告訴你 英國的水族館業者不這麼認為 他說 哪泥這麼大 我們要買來展覽 所以就出了14萬的台幣 跟澳洲的漁民講說 賣我 賣我 但是他覺得太貴了 所以他就講說 你另外還要再尬兩隻 也是巨無霸的蟹給我這樣子 當然還是克勞德最大 好啦 漂洋過海道的英國 英國的水族館 你看 小螃蟹停在他身上 大小差這麼多 那就是英國的水族館 特地把他們英國的石草蟹 拿來跟這隻太上皇帝王來比一下 你就發現他很大 對不對 給他訂做的水族館也要特製 高三公尺 寬一層樓高 對 三公尺 對啊 沒有聽錯 立剛 寬呢 因為我們想他現在還是少年狼 他將來還會長大 所以預先就幫他做了 兩公尺寬的水族箱 可以讓他在裡頭悠遊自在 好 那你可能覺得說 哇 這個螃蟹看起來 那應該很生猛 很恐怖了 其實他在海裡面吃東西 也不過就是吃一些小蝦啦 魷魚啦 這些東西 那吃得這麼斯文喔 對 吃得很斯文 那我跟各位說 英國人也滿有趣的 他說 這麼大 到底多大呢 聽起來有點抽象 他說 你看 它是我們一般英國石草蟹的100倍 你看石草蟹在上面就這麼一點點 那最有趣的 他這邊還講 他說 哪來做蟹肉餅 可以做160個 當然啦 英國水族館是要拿去展覽的 他們不但帶著這個帝王蟹 超級帝王蟹到博明寒 甚至還要遠赴德國 各位 你以為只有英國買走的這個 超級帝王蟹很恐怖嗎 在美國 東海岸抓到 也有嗎 抓到超級藍蟹 為什麼我說他叫超級藍蟹 因為以前的藍蟹沒這麼大 但是這次抓到的竟然比傳統的藍蟹 多了四倍的體積 你看 四倍 為什麼 我跟各位講 他們專家講說 很可能是海水遭到污染 因為他們說藍蟹裡頭有一種 能夠分泌一種東西 然後去消化海水裡頭的污染物 那如果海水的污染物越多 它體積就會越大 它才會有越多的那種東西 分泌的那種東西 所以因為海水被污染 藍蟹的體積就竟然跟著 越來越大 現在已經四倍 而且專家發現 不是只有藍蟹喔 還有一些甲殼類的 比方說龍蝦 蝦子 也跟著越來越大 當然這次可能是屬於那種 不變 基因的突變 但回到我們剛剛的這個 就不一樣 這是渾然天成啊 我天生就愛長這麼大 再愛長這麼壯 所以我都會覺得